至于柯文哲的农地征夜 民进党今天也在开记者会 指出说柯文哲说 五天就要拆除这个利清 但是现在却被发现 现场早就提供了 认为他根本是在做假动作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他之前也被发现 底下疑似藏有 应该说是埋有掩埋物 那么对于停供的部分 柯文哲今天没有回应 只有针对倒废弃物的部分 说了说明 他说倒废弃物 需要按照程序来申请 太快倒完才是搞特权吧 还痛批民进党要攻击 也得要有互联益吧 我们昨天有去现场看 他开挖还不到二分之一 秀出照片 在一批柯文哲农地争议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 质疑柯做假动作 因为原本说好五天拆完 如今却隐私停工 来到现场 只见四周拉起了封锁线 一旁有大片土石堆滞 但挖土机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柯文哲身为总统候选人 自从这件事情被踢爆之后 到目前为止 他的说法是一变再变 面对质疑 柯文哲先是强调 这么简单的问题 怎么会不懂 跟直言 民进党会打这一条 是缺乏common sense 因为太快倒完 才是搞特权 你要正式攻击 好歹你要有点common sense 倒那个废弃土 那个要 还有申请 还有那个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是一天倒完 反而有问题 表示说你特权 你劝民进党不要乱打 打这条只变成笑而已 这些土挖出来 我们必须要经过建筑师 或者是济师 计算出它的容量 然后它的面积 跟我们还要抓出金额之后 我们还要缴空污费 报给新竹市政府 报给地方政府 然后他们核准了 通知我们之后 我们才能够依照这个公文 然后进合法的那个土气场 但是否真有诚意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土地争议工房 就看选民买不买单 3D新闻 廖平均 尤家伟 简若宇